李先生之前被一些传媒在街上追访 我觉得他真的很真情流露 而且看得出他应该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之下接受访问 其实你觉得这次你出来选举 对于他来说是否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或挑战 他不是挑战因为他不打算去应付这些挑战 他不是像我那样选行政相官是很大的挑战 突然间在街上被人抓着指挥问他 他不是挑战他只是做一个真情性情的人 不过我可以说我先生对于传媒是非常配合的 有时候他特意停下来等他们摆好机 等他们叫同事来才接受访问 因为他回来跟我说他说人家都是打份工 人家回来都要交差 如果他选择了我 即是他来做这个访问就可以交到功课 那我们为何不方便人呢 我说你真是好 你应该进来我们政府组组 我们对于传媒的关系肯定会好很多 但最初的时候 其实你说不选 或者你说你不会再担任一些政府公职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以为你会和先生就会过一些新的生活 现在突然间这个改变那么大 他有没有一些投诉或者抱怨的 他完全没有 不过他的牺牲很大的 因为这个已经是第二次 五年前我都是准备 就是回到英国住一段短的时间 和他享受二人世界 和当时两个儿子都仍然在英国读书 所以间中都是一家死口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二人世界 那个计划又告吹了 所以现在五年后 又和一个计划又被打乱了 所以林先生是作出很大的牺牲 其实之前他在外国生活了很多年 你们之间有没有国籍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之前想着去英国住 或者会拿一个英国古照 现在其实如果你做了特首 当然不可以了 我没有外国的居留权 因为《基本法》要求主要官员 是要中学公民 而且没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学公民 所以我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因为当年 大家记得在回归之前 是有一个叫居英权的计划 那是所谓多一个旅游证件 大家都不记得那番话 他是有这个旅游证件 你觉得他会否放弃 我不认为他需要放弃 一定答